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改变是从在街上遇到多年不见的前妻的弟弟 也就是前小舅子福恩 福恩得知艾迪目前的境遇神秘的给他一粒药片 居称可以开发百分百的大脑 也许可以帮助他艾迪知道他之前卖假药 对他说的话觉得听听就可以了 艾迪回家看到那粒药片 嫌强还有比现在更糟的情况吗 于是就吞下了药片 再走道遇见了房东老婆催促 与此同时药片也在他身体里踩上了反应 很奇怪 他动达出房东老婆的论文困扰 竟然能口弱悬河 还把房东老婆发射成了炮友 回家的艾迪看到自己曾经的生活状态 总之不能致视 最后来开始写作竟然才思全用 根本就停不下来 可第二天醒来又回复了原来的状态 当他把稿子交到编辑手诺的时候 令人不敢相信 艾迪让编辑试着看三页 不喜欢的话可以退订金 随之回到家 电话里编辑的留言 一个接着一个 想和艾迪见面 艾迪初次尝到成功的喜悦 兴奋不已 艾迪按照名片上地址找到福恩 福恩似乎被人袭击 拿艾迪帮忙去取衣服买早餐 为了得到药碗 艾迪很乐意效劳 艾迪回来的时候 福恩已经被人枪杀 艾迪吓了一大跳 迪之还是让艾迪翻箱倒柜的找药碗 最后在烤箱底部给找到了 回到家的艾迪赶紧吃了一片 新艾迪的人生就像开挂一样 当天完成一部小说 三天学会的弹钢琴 独长长风度必有 情长更是融幕春风 艾迪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他们一块坐飞机去海滩玩 当他从高处跳进海里的时候 他突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想法 他用福恩留下的800美元投资股票 当天就赚了2000元 只是这太慢了 竟然介绍他认识了黑社会老根 说服老根结了10万美金 艾迪找人帮他补股票交易之时 短短的一周时间里 他的银行账户就增加到200万美金 艾迪名气越来越大 没有人可以这么快赚钱 多家公司给他发来offer 银行还提高他的信用恶度 最重要的是 女朋友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但是艾迪不确定 似乎有个老头在跟踪他 艾迪被人推荐给他的能源 大亨卡尔 卡尔对他的想法很好奇 在车上 卡尔要把收购一架大型公司的案子 让艾迪负责 有天醒来 卡尔吸着不是药片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打开收购合同 简直就是天书 艾迪又和卡尔见面 他没有吃药片 显然他对收购案子的回答 并不令卡尔满意 就在这时 他在电视上看到 昨天在酒店和他发生关系的女子 竟然死了 他忙其身离开 回到家的艾迪 给福恩留下的本次上的客户打电话 发现这些人不是死了死 就是病了病 唯一中艾迪发现这个老头就是在跟踪自己 看来跟药片有关系 艾迪赶紧离开 第二天他约见了前妻 艾迪美丽莎 美丽莎也服用了药片 他告诉艾迪 药物有副作用 一旦停下来就会肚痛 甚至死亡 艾迪回家遇到老根 一忙起来就忘记了还老根的钱了 随之在打斗中 老根发现了艾迪手里的药碗 觉得应该是个好东西 就给吞下了 这次老根隔三撒五的就跑来 给艾迪要药片 不该就威胁 让艾迪想极力摆脱 为了保护药片 艾迪让斯恩采缝 在西装里做了暗兜 还找实验室 终于研制药片成分 并大量生产 艾迪又介入了售货案 并成功促成第二天 就签订合同 路上遇到老根 又来威蹄要药片 第二天必须拿到 随之第二天 作为冰冻的利益房 伍德竟然没有到场 最后还是伍德老婆过来澄清 才不至于误会艾迪 原来伍德生病住院 在送伍德老婆离开 艾迪看到那个 跟踪自己的老婆 确认伍德 也是药片的服用者 艾迪因为之前的案子 和律师到警察局备案 不料被律师拖走药丸 却果然不知 当他要服用药丸的时候 却发现不见了 但是怎么也想不想 是谁拿了 等他回到家 在电视上 看有律师和伍德老婆 站在一起 才决定是律师拿走了 这个时候我们想起了 老跟带着杀手过来 电话有没有信号 没有药片维持的艾迪 交不出药片 必将要死于老跟之手 与其被残忍撒掉 还不如自己跳下去 老跟拿着电锯在郡门 眼看就要进来 危机关头 艾迪灵光一闪 某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药丸 但是当他拿到药丸的时候 老跟藏了进来 艾迪一个摔跤 最后的一号药丸 也掉进了下水道 艾迪想要冲出去跳楼 却被抓了回来 安在椅子上 老跟向艾迪炫耀着 自己的心方法 把药丸化水 助进身体 要求更持久 艾迪称老跟一个不注意 拿起身边的刀 刺死了老跟 老跟的血流满地 艾迪喝了老跟的血 瞬间就复活了一般 一手解决了另外的两个人 律师没有把药片 叫为伍德 伍德没有药片 就一命勿活 艾迪克曾经跟踪他的老头 一起解决了律师 夺会的药盘 一年以后 艾迪当了参议院的医院 准备竞选总统 一起风发 卡尔找到艾迪 告诉艾迪 他已经指导了药片的事 并收购了药厂 解散了实验室 一次要求艾迪 听了命令给他办事 卡尔得意的邀请艾迪 一起吃饭 艾迪若有所思 在车门前 艾迪告诉卡尔 他已经修改了药片的配方 而且不可能 只有一家实验室 现在的药片功能更强大 他可以预测 这样发生的事情 并现场证明 所以艾迪说 若我来帮你做事 你只能当跟班 实在那卡尔 一连都无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宇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评论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哦